写上写了汤 成熟了很多 有幾個人覺得 我聽說這兩天有人都變胖了 我剛來說聽說那個 有個有長胖是吧 有長胖 誰說的有長胖 誰說的有長胖 我看看有長胖有沒有長胖 好像好像這裡是有一點 沒有 角度問題 不要給我側面 有長胖 好不好 你這身體都好一點了吧 有 好吧 今天又是新的一個挑戰了 陳麗農 你剛才有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你嘴巴離話筒太遠了 所以你聽不見你自己唱的 我覺得你細節還好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陳麗農 你在每一句的最後一個字的時候 你就是給人一個不太堅定的感 就是想問為什麼 想問為什麼 你沒有一開始那麼堅定 所以我覺得你在尾音的時候 處理的時候可以稍微再 尾音一點 不是 再淡一點 就是你太想把它唱好了 所以你到結尾的地方 就會顯得很飄 想問為什麼 就會想太多 老師我還有一個問題 我會經常在句尾的時候會加顫音 但好像這首歌有的句子不那麼適合加顫音 風風長長將人拖著 你加太多的技巧在里面 會把它感動的那個部分就給削弱了 我自己的一個經驗分享給你 就是 你最好把它當成是你在說話會比較好 因為你說話你想問為什麼 你不會這樣說話嗎 想問為什麼 對 你不會這樣說話嗎 你可能情緒你加你也不是這樣為什麼 就這樣也就過去了嗎 還有問題嗎 都給了 還好 沒有 一點點 我的角度問題 一點點 我的角度問題 不是 我會減肥嗎 看什麼 這是什麼 這是化妝包 你要去抽抽用化妝包這樣 你不是說不吃嗎 我沒有化妝包 十七號 今天大年三十 就是這樣子才會 我就把它收起來錢 我不吃 換我包館 不要 我怕你那裡就沒有了 你看炸的對不對 不會減肥 沒關係 過年嘛 過年當然要 過年 過年多吃 過年 對 開地道太好吃了 你們可以在這裡吃火鍋嗎 上次因為玩遊戲 然後導演帶我們 出去過一次 放出去一次 最美妙的一次 好吧 你們加油吧 你們